大家好 晚安 这些穷现场我们带你来聚焦是GCEN峰会在意大利这边展开 时间有三天从13号一直到15号 三天的议程当然聚焦都是国际上的情势 并且当然这重点还是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到底现在这个七国的元首有没有一些应对的方法呢 以及他们对于中国大陆贸易的表态 还有就是俄罗斯俄乌战争的部分 好 但是这一届GCEN峰会 今天第一天的议程就达成了一些历史性的协定 可是却被很多媒体嘲笑说 是不是这个弱弱的一个互相取暖的场合的 可以说是败选者联盟 好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主要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部分 他现在面临到的就是他的民调的问题 好 民调这几周的民调来看 他都是一直落后川普的 能不能够再连任这个美国总统大卫呢 那有没有可能还可以持续推行他的外交政策 当然大家也都是存疑的 另外在英国的部分 英国首相苏纳克也因为民调直直落 那最新的一场这个辩论的民调 他输给他的对手是工党的施凯尔 在7月4号这个英国国会大选 他有没有可能再连任呢 目前看起来有些困难的 甚至有外媒就说 这一回他到意大利参加G7 可能只是他的毕业的最后一个旅行 跟这一些元首们最后续续就的一个机会 好 另外这个是法国的部分 法国跟德国在先前的欧盟议会 欧洲议会选举的部分 马克宏还有肖茲都双双遭到右翼崛起的碾压 那马克宏也说要提前这个国会大选 有办法就他的选情 可以不被这个右翼崛起的势力所碾压吗 当然现在外界也都是存疑的 好 不过带你来聚焦的 就是在第一天的部分 现在7国的元首他们有同意 同意是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 要向乌克兰提供了新一笔 大约是500亿美元 新台币1.6兆元的贷款 好 这一大笔的贷款主要就是要帮助乌克兰 在战争防御跟战后重建的部分 但是这一项决议当然也可能会引发的是 俄罗斯政府的强力反弹 好 同时今天泽伦斯基这一回 他也是有被邀请去参加GCM峰会的 泽伦斯基他对于这样结果 当然他表示非常的欢迎 非常的感谢 他也说这是抗俄作战历史性的一天 他更是强调说 先前在跟中国大陆有所对话的时候 习近平曾经向他强调 这个中国绝对不会向俄罗斯出售武器 来听一下泽伦斯基的说法 好 另外呢 泽伦斯基到意大利去参加GCM峰会的时候 他也有跟美国总统拜登来会面 美乌之间签订了一项安全协议 那这个协议里头的内容就是 美国要在未来的十年会提供给乌克兰 一系列的军事援助还有训练 泽伦斯基表示这份协议将会是 乌克兰通往成为北约会员国的一个桥梁 在这一回的GCM峰会的时候开幕 那现在呢 GCM就同意要提供乌克兰500亿美元的贷款的协议 那泽伦斯基刚刚也提到说 中国曾经跟他承诺说不会卖武器给俄罗斯 好 但是对于这个美乌之间的决议 到底有没有其效力 以及它的效力有办法持续延续下去吗 好 目前看起来是个大问号 好 因为呢 这个美乌的元首他们签署的这一份协议 是十年的双边安全协议 有十年这么久耶 内容其实包括了蛮多细节的 是不是也是白宫现在可能还是暗喻说 这个乌克兰战争还会持续打这么久呢 这里头的协议包括了会持续军援 还有加强情报共享对于乌克兰的部分 那拜登当然是重申说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可是这个协议这个协议的部分 它其实只是一个承诺 它不是一个很正式的条约 所以说如果在今年的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 那结果是川普再度入主白宫的话 那就会形成一个变数了 有没有可能直接推翻这项协议 毕竟之前川普对于欧洲的政策 是相对比较右倾的 那有可能说川普不认吗 好这也会是一个变数 那另外来看到的是 那俄罗斯的态度呢 以及俄罗斯现在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 因为在G7峰会前夕 美国就宣布对俄罗斯要进一步的制裁 好制裁的是 这个包括了跟俄罗斯 可能是军工业有些往来的其他国家 那俄罗斯随后就宣布说 主要的证券交易所暂停美元和欧元的交易 当然这俄罗斯目前想要跟这个美元去美元化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蛮明显的 另外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先前也在金砖外长峰会期间 表态说金砖国家之后要推出虚拟货币 打造新的支付系统 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往去美元化这个里程碑 再一步的迈进 好但要来看到的是呢 其实现在外界有蛮多不太一样的分析 这一次这个拜登还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决定说要在年底的时候 向乌克兰提供大约是500亿美元的 额外的财务支持 可是其实这一笔钱就是各国 他们先前用来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获利 来协助乌克兰 现在美联社的记者就分析说 各国的领袖其实有可能使用俄罗斯被冻结的3000亿欧元的资产 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就会破坏的是美元的可信度 像是大量持有美元还有美债的中国大陆 就不会将美元视为是安全的投资 有可能是在美国的资产 在美国的资产上是中国大陆 所以可以在美国的资产 财务可能会破坏的 有可能性的优优独 可能会破坏的 大量持有了美国的资产 大量持有国资产 它是可能国家的中国 大量持有了美国的资产 可以看到美国的资产 大量持有机会 更安全的 好 接著要帶你來看 是GCM峰會有一些花絮 當然現在是引發了外媒 還有很多民眾的關注 並且討論 峰會當中的東道主 就是義大利的總理梅諾尼 他跟英國首相蘇納科 兩個人互動 感覺上真的是蠻親密的 引發了外媒的討論跟關注 好 兩個人一見面的時候 就互相親臉頰打招呼 還有簡短的聊天 不過比起梅諾尼 還有其他的元首的互動 這個英義兩國的元首的互動 感覺上是更加的熱絡 而且更加的親密 另外來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所有的元首 他們在觀賞跳傘表演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蘇納科 還有梅諾尼 兩個人是不斷的聊天 蘇納科甚至說 跟這個旁邊梅諾尼 來分享他手機上面的內容 親密互動引發外界的側目 但是有媒體就分析 其實英國在7月4號 首要舉行國會大選 蘇納科率領的保守黨 極有可能下台 所以這一次是蘇納科 最後一次是以這個首相的身份 來跟意大利的總理梅諾尼來會面 而現在英國媒體 美日電訊報則是戲稱說 兩個人之間會不會 真的是有什麼樣的特殊關係呢 好 來看到這個是G7國家的峰會 當然這個開幕式的時候 就會有個大合照 外媒當然現在就分析說 這可能就是G7多年來 領導人實力最弱的一次 好 因為呢 他們各自都有面臨到的是內政的危機 還有艱困的選戰 好 甚至說呢 有這個媒體還戲稱說 這一次的峰會是梅諾尼 還有六隻薄腳鴨的合影 意大利總理梅諾尼親自迎接G7峰會 各國領袖 但這位客人顯然讓他等很久 而他口中這位遲到領袖 正是美國總統拜登 他不僅是最後一個抵達的 在走上階梯時 突然做了一個詭異的雙手 敬禮動作 而隨後兩人擁抱致意時 拜登親吻的竟然是梅諾尼的頭部 而不是臉頰 怪異無法解釋的動作再度出現 而媒體關注的另一個焦點 是英國首相蘇納克與梅諾尼的互動 互相問候時 手拉著手相談甚歡 當蘇納克向梅諾尼傾身時 他們還親熱地扶著對方肩膀 英國每日電訓報調侃 兩人之間有特殊關係 而系數這次參加峰會的領袖 除了剛剛在歐洲議會大獲全勝的梅諾尼 其他不是陷入國內內政困境 就是選舉失利 甚至即將下台 美國政治網站Politico 直呼這次的G7峰會為 梅諾尼與六隻駁腳鴨 而具惠看起來更像是最後的晚餐 像拜登 很多人在這裡 六個全都面對選擇挑戰 英國首相蘇納克 確實是他最後的G7 為了一段時間 梅諾尼 在另一邊 最近的英國選擇 七國領袖宣布 將在未來五年 籌集六千億美元 用於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 並針對俄武戰爭召開特別會議 其中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 他與拜登達成了歷史性的十年安全協議 美國將提供烏克蘭一系列軍事援助和訓練 一旦烏克蘭受到武裝襲擊或是威脅 美烏高層將在24小時內會面討論狀況 確認烏克蘭需要哪些防禦 全國領袖也同意將利用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為烏克蘭提供資金 不過協議和晶圓計劃能否實踐 還得看最後是誰登上白宮寶座 記者綜合報導 快點夠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 熱銷款 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 加購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夠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